民间的自发性力量往往胜过政府 绿能如此 环保也是如此 南台湾观光圣地墾丁 除了物价风波之外 海底也有危机 垃圾 铁罐 还有废弃的渔网 让珊瑚白化 生无窒息 有心的潜水教练 po在脸书上沉痛呼吁 而他们自己也身体力行 在教潜水的同时 进行观光课的环保教育 这些资深的潜水教练 年薪大约可以拿到85万台币 可以说是最幸福的海洋守护者 阳光占了海水 年军温23度的墾丁 是台湾的观光重镇 很贵 来 我现在已经到现场了 负面新闻不断 路客又缩减 观光人次从2014年 最高峰的837万 到207年只剩下437万 几乎腰斩 但墾丁真的走样了吗 做完弄弄我们会去看去玩 然后去观察生态 他是潜水教练 花更多时间守护这片海洋 还能变成课程 每年吸引上万名学员 不只是教你潜水 而是要带你入海里面 你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要怎么样才有机会 去保护到他们 对... 下去以后我们会往南走 那这边全部都是杀铁 你看到教練跟你比这样 比这样 不是在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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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跟你说hold你 hold你的手势真的是这样 有趣的讲解海况 阻止人为破坏 那过去爆量的游客 会肯定带来骂亂 而且游到海底 肯定的海域到底刚刚进 所以跟着教练 前到海里没探究竟 大片鱼墙 狮子鱼 幸运时还能看到悠游海龟 但却常常出现这样的煞风景 这些背弃鱼线 可以说是珊瑚的杀手 鱼网 鱼线 如果去勾住到它 去覆盖住它 那个共生枣就会跑走 那你把这个鱼线拉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一圈都是白化了 那白化之后就会 跟着就会 再下一步就是死掉 共生枣能帮珊瑚 清除一种珊瑚虫的代谢废物 还能提供珊瑚养分 降低钙化和白化 陈老板身体力行 不只静胎也静海 也有非常多的潜水员 每一次下海会捡出 越来越多的垃圾 那其实我觉得 它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雨群也是有 慢慢回来的状态 那来这边上课 你其实就是给你的工具 让你去清净海洋 原本我们对环保 有一些想法的 我们会下去之后发现 其实我们还要努力的 而且我们是可以做努力的 看不出来教练还曾经是个汗鸭子 我完全不会 之前是完全不会的潜水 然后就说要来这边 因为打工换素爱上潜水 后来就是也有回去工作一阵子 我觉得还蛮喜欢这边的生活 所以我就再回来 然后就去往上升考教练这样 就是员工的部分 因为我们提供员工宿舍 然后是通铺的上下铺这样 就是因为想要下来墾丁 应该都是想要带个简单的行囊 然后就是下来可以 就是遇到不一样的人事物 之前我睡过这样睡了 资深潜水教练 年薪有机会超过85万 这边有他 佛心老板不只包住还包吃 外出准备铁餐盒 减少使用纸盒 以前是用叫便当的房间 然后现在的便当就是我们 留门的主厨 然后就是装好 这样可以就是 减少一些垃圾的产生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反思说 那我们这一年做了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可以为这个 这片海洋再付出一点什么这样 与其减食垃圾 不如减少垃圾 人在海里 就是我带你到海里 我不如让海在心里 我让海能够种植在你的心里面 你才会愿意用海的角度 去看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觉得他们 你才想要去照顾他们 环海的墾丁 海底风暴依旧吸睛 还多了对环境友善的人情味